接下来我们要开启全新一章的学习是第七章的内容 第七章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一块看一下 它叫做解案例思古改做方案 那么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课程当中的所有的理论知识 可以说是越来越逼近实际 在这一当中和接下来大家即将听到的课程当中 我们将陆续为大家进行解析 品评有二十余个企业进行古改的实际案例 那么在这里呢 跟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是通过大量案例来了解 掌握那些企业家进行古改的思想方法和胸怀 而不是把他们进行古改的细节 技巧等东西作为重点来学习 更不能潜心模仿 在这里给大家指出了一个道路 不要模仿细节 模仿是失败的前奏 创新是成功的续取 大家要牢记这句话 那么在做我们的古改方案 出自己企业的方案当中 我们有哪些工具是必须要掌握的 下面大家一块跟随着这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公寓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在古改方案制定中 一般我们都会使用下述三种工具 这是为了帮助我们测试和提高方案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而不是用了工具就会出好的方案 但是工具一定要真正的理解 掌握和会使用 才可能出好方案 第一种工具为股东关系图 股东关系图非常重要 实际是古改中 引股定量必须考虑的问题 古改是为了推动企业从经典型家族企业 向变革型社会家族企业发展 因此一定要由企业家或家族对企业拥有控制权 非上市公司最好由创业的大股东控制三分之二以上的引股 准备上市的公司 创业团队在IPO前最好拥有51%的引股控制权 下面结合红孩子案例进行分析 创业团队四人 董事长为郭总侄子 COO是董事长大学同学 两位副总是董事长在会从时的下属 四人各占25%的股份 这种股份结构的缺点是股份太平均 没有领衔控股的企业家 半年后创业团队由于资金紧张求助于郭总 于是郭总作为天使投资人介入 出资280万元 占15%的股权 四个创业者同比利息时后 每人持有21.25%的股权 不久公司引进第一轮风险投资 出资1800万元 占30%的股权 公司总估值6000万元 息事后创业团队持有59.5%的股权 天使投资人持有10.5%的股权 接着出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考虑 作为天使投资人的郭总退出 将10.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创业团队 此时创业团队具有公司的绝对控制权 引进第一轮风险投资比较成功 随后当四个创业者发现 转卖公司股份就能赚钱的时候 就不断引进风险投资 进行股权转让套现 到目前为止 创业团队仅持有公司16%的股权 风投持有84%的股权 创业团队失去了公司的控制权 从企业家沦落为占小股的职业经理人 创业者沦为资本的打工者 股改前后股东关系图的对比 是老板制作方案过程中 必须借助的工具 不能失去公司的控制权 第二种工具为股改正心图 我们讲了三个工具 这三个工具 大家在做股改方案的时候 一定要用 比如老板的控制权 红孩子是我的侄子创业 他们出去 他们现在的融资额 已经超过了5000万美金 但是因为创业者失去控制权 公司在经营管理上 出现一个质的变化 就是从一个创业型公司 变成了一个职业型公司 所以公司最近 可能只用工资 估值2000万美金来进行转让 就是公司 他融进的钱是5000万美金 他的估值只有2000万美金了 其基本问题在于 创业团队通过不断的套现 把自己变成了小股东 让这个公司从一个有家族控制的企业 变成了一个没家族控制的企业 变成了风头当董事长 这个公司从而遇到问题 第二 我们讲到了股改重心图 其实那是一个生产型企业 我们一个服务型企业 比如连锁销售企业 连锁销售企业 我们有总部 我们把每一个店也可以做成这样的股改重心图 这就是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你们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企业情况 画出这样的股改重心图 让我们不犯错误 比如一区股改 一般要给到60%到70%的股份 反正现在我觉得你一区股改给60%到70% 你就不会犯大错误了 那个二三四区股改相对复杂 看不明白你先不改 不就完了 没看明白我先不改 我先把一区改完了 我再改二三四区也行 但是注意连锁企业和一般的生产型企业不一样 生产型企业先改公司 工厂总部 而连锁企业 我们先要改的是每一个门店 这些问题 大家跟指导老师商量 我相信指导老师能给你们很好的建议 再有 我们一定要团队利益平衡卡 这个平衡卡要具体到每一个人 而团队利益平衡卡有了之后 我们现在股改方案落地的时候 针对团队利益平衡卡和公司的整个股改 我们要给每一个接受深股和银股的人 要给他一个合同 一个法律合同 我们去做落地的所有的公司 这个合同是由我们的律师代表公司 作为见证去和个人签的 这三部分一定要有 而且这三个方面不能犯错误 犯了错误 您的方案就会出现重大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 股改激励的三个层次 我刚才讲了三个工具 这个工具 如果从层次的角度 我们怎样理解 比如我们股改的理论提法 是让员工跟我们不是亲人 胜死亲人 但你儿子跟你侄子 你侄子跟你外甥 他总是有差别的 我们不可能让公司所有的员工 都跟我们变成亲人 我们股改的一曲核心层 是要找到亲人的感觉 那其他层次呢 我们来看 核心激励程 我们是要寻找亲人 比如你的店长 一定让他感觉到 老板就是爹 老板是爹家娘 还成上他的外公 这就行了 那他的自家人的感觉 一定是分红大大高于薪酬 企业家一定要直接管理他 而且呢 要给他企业家地位 和企业家精神 这是利益层 这是情感层 这是文化层 第一个最重要 我们有些公司呢 现在你就是有限责任公司 你有五六个银股股东 你的亲人层已经有了 那你做的是第二层 就是中间层 就是二三四区的吉利 二三四区 你只能给他类家人的利益 比如他的分红 能够一倍两倍于他的薪酬 同时 也需要企业家的直接管理 给他近似亲人的情感 让他们在文化层次上 成为企业家的追随者 那么还有一个层次 就是被善待的外人 就是员工激励层 这个激励 当我们完成了一区 第二第四区的激励之后 第五第七区的激励 主要靠上面两个层次激励 向下的文化传导 更多的是靠什么 更多的是靠福利 文化等等来解决 比如 我到东营去做一个电梯公司的骨盖 我看完这个公司 我就特别恼火 我就把我那徒弟狠狠骂了一顿 他这个公司干活的人呢 主要就是电梯修理工 这些小伙子们继校毕业 高中毕业之后呢 最可怜的就是 没吃没住 在那个小区里修电梯 回家没吃没住 盯着房顶子 穿得又脏又破 然后呢 他闹了个改革呢 把上面闹了一堆人拿高工资 我说你是电梯公出身 你最明白你这个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源自于你的电梯公 你他妈拿了钱都给那些王八蛋了 你为什么不照顾你这些弟兄们呢 后来我跟他说 我们的电梯威宝坐到哪 我们就把职工职家建到那 你别跟我说话 那个地方就五个电梯公 租一套房子 雇一个老妈子 天天给他们做饭 给他们洗衣服 让他们每天早晨穿着干净的功服去上班 你算一算你能花多少钱 他花不了多少钱 我们后来又进入一个4S店 一样 4S店的老板是个当兵退役的 我也把他骂了一遍 那个工人那么冷的天要在哈尔滨 然后呢 那个租了那么一个房子 他的 因为4S店老加班 他得吃住在一起 我走进那个职工宿舍 就跟走进猪圈似的 我说你这个老板你真是忘本了 你老老实实的花钱 把职工宿舍打扫干净 每一个我们的维修工 给他8套衣服 每天让他穿着干净的衣服去上岗 你只要做这一点 你现在一个维修工就能变成两个 你的人才平静就解决了 不是不照顾集成员工的利益 我们每个时间都要想到他们 想到他们用什么方法解决 对于第三个层次被善待的外人 一定要用福利 要用公司文化的方式来解决 东营最后就好闹 东营他最缺的就是找不着电梯维修工 他把这招一出 他的效率提高了一大截子 大家想啊那维修工 晚上就想要我回家吃饭怎么办 他不用想了 回家老妈子端了那个鸡汤 端了大米饭猛吃一顿 电话一来要修 他不就跑去了吗 这个地方 其实是对老板综合素质的一个要求 也是对企业文化提出的一个 非常苛刻的要求 我们算一算 我们公司的主要福利都给谁了 从这个4S店 从这个电梯维修这块看 我们主要的福利和乱花的钱 全在人力资源总监 财务总监 全干在这些人身上 他们根本不在一线 他们不应该是被善待的外人 他们是被你严格要求的管理者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确 三 古改框架图 我们的具体到抽象 抽象到具体 我们古改的思想方法 注意 是深谷银骨加齐全 就在撒玩意儿 深谷银骨加齐全 你就仔细想吧 深谷变银骨 银骨和齐全 齐全深谷银骨 就这些东西 思想方法就是它 那么针对人的古改 我们有功臣 能臣和仁臣 这个亲人 我们看第四十五页 我们已经画得很清楚了 你有了这个思路 把这个一画出来 你定人基本上明白 一定要明白 亲人得给够 给亲人从哪儿给 第一叫植物给 植物给的不够 从自己兜里给 千万不能从公司的植物里给 说你的小姨子当了会计了 你会计的岗位 就多给八十万股 那你就死定了 那么还有一个 针对岗位的股改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股改中心图 我们把这三个图 放在一起去考虑 我希望大家 在做你们的方案的时候 要用工具 把股东关系图 把利益平衡卡 把这些东西做清楚 然后回到这个图上来看 我们每一个企业家 对学术理论的理解和悟性 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王立芬老师 这样北大来的博士 我们还有高中毕业以后 管企业的人 在我这儿 我要想出一套方法 让高学历和低学历 让管着不同企业的人 能够根据你的特点 做出顾外方案 当你们用这样的工具 进入方案的时候 你已经把你的特征 带进去了 大家注意 我们还要填 三次问卷 你们所有的问卷 交到我们指导老师手里 我们指导老师 就会把你们 听完课填的 所有的问卷 屡顺 找到你的古改的特征 这一点 希望大家一定要配合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最终的目标 是让你的方案 切合实际 能够很好的落地 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理解 真正理解 民主领导下 专断艺术的含义 股权变革 坚强领导下的专断艺术 就是独裁 没什么讨论 分我们家的东西 让你说了算 他们还有方案吗 肯定你是分光吗 对不对 你不信哪个老板 你说分你们家的东西 让我出方案 我肯定把你们家的东西 都分光 我还分得你付了债 还欠我钱 所以分你们家的东西 你可以认真听他讲 最后主意自己拿 谁反对谁滚蛋 一定要坚持这个原则 我们有几个老板 就这样 谈好了 最后我叫你来 合同放在这 签你就签 不签 我撕了 没这个事 你走人 一定得坚持自己的原则 我们千万不能寄希望于 让你的职业经理人 讨论如何分你的股 我们在座 有一些 股改试点企业来的职业经理人 大家一定明白 如果你当了老板 你也不能让你底下的人来讨论分离股权的方案 能让他们提出很多建议 但是至始至终要把握一个重要的要点 要让所有的经理人明白 最后你说了算 这个权力放弃了 你的公司会出严重问题 方案由谁定 既不是经理人 也不是团队 更不是那种中介机构 什么狗屁 投资银行 他们定 他们定 就会面对着 上市的法律要求 按照最严格的法律要求给你定 定完了之后 他没事就行了 你一定会遭殃 那么一定是老板自己定 方案和谁商量 团队下属都不对 老板和老板的同学商量 最终自己定 其实我觉得 我们每一个组的老板 这五天 你们一定要建立良好关系 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给你连锁二组的老板 同学打个电话 一定比给你底下经理人 打电话管用 因为第一 他也是老板 第二 他干的事 跟你差不多 只有这样 他能给你出主意 而且他跟你没有利益关系 就是你这怎么改 跟我没有利益关系 我跟你说的 一定是出于我公司的状况 我的感觉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各个组之间的近似企业的骨改 近似骨改企业的老板之间的互相学习 会成为我们骨改同学会的重要内容 我们会在线做一些这样的学习 我们还会组织这样的活动 现在大家就开始描了 注意不要老描女同志 就要开始描了 谁跟你近似 你不断的去问他 那么独裁加独断就是民主 老板加老板就是科学 这就是我们方案班的模式 不用解释了 就是保密是一定要保密 如果不能保密 你就别改 如果你认为你非要不保密 你要改 我就建议你不改 道理不说了 因为这个道理讲起来 他太困难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那毛主席打土豪分田地 当然人家可以了 人家让极异农民去抢富人的地 人家当然得喊了 你现在不是革命 你说打土豪分田地 你那点股够分的 你的员工把旁边那个分了 他都不够 我们是在老板理性主持下 通过不断提高效率 来实施我们的骨改方案 注意 在这个时候坚强领导 独裁就是科学的 一旦民主 他就不科学了 股权的保密底线 我会冲的就是 我大道理老说 对吧 挣了一百二百万 一百万分红 一百万积累 这一百万分红 员工分七十万 股东分三十万 我的道理当然得讲了 我不讲这道理是不行的 如果讲到这就完了 我不可能再说 张三分多少 李四分多少 你如果让张三知道 李四拿多少 这个价就打不完 我惠聪一开始 这一条我就非常严 谁要互相打听 我就把它开除了 所以惠聪就没这毛病 我们有大量的 谷改的案例 事实告诉我们 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出去 我们有一个案例 谷改非常好 那个4S店的老板 通过谷改 六个月的时间 他这个4S店 卖一个汽车品牌 他成为了全中国 这个汽车品牌的第一名 做得多好 干劲失踪 结果这事不知道 怎么出去了 互相攀比 各个部门找毛病 找着找着 这个店长说 干脆我不干了 店长跳槽 这是非常惨痛的教训 那么我们惠聪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 我们发放期权的保密 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只公告 董事长 CEO CFO 这三个人的 期权发放的数量 剩下所有人 都不公告 而且这也是 香港联交所允许的 讲到这 我就讲明白了 我们的保密底线 就是每个人是多少 就是不允许你问 你一问 肯定会出问题 公司时间越长 问起来的问题就越大 我们有一个古改的保密 这个 这是你4S店 我就问那个小姑娘 我说 原来你们老板怎么发 他说老板到年底 啪 给我4万 我觉得挺好 老板对我好 谁都不知道多少钱 他们老板到年底 就背着个包 就给 就跟我当年发一样 后来呢 他们老板去年 做了个股改 股改呢 就说 我们利润的10% 每个店利润的10% 就分给店长了 这是什么意思 就分给店长了 他的利润一公告 就知道每个店长 拿多少钱了 于是这个店长就说 我说去年给4万 前年给4万 去年给多少 他说去年给8万 我说8万好 还是4万好 4万好 8万不好 我说你有毛病 他说对啊 说我拿8万 我没意见 为什么他 那么差的人都拿7万 而我比他好那么多 我就比他多2万呢 那不公平 他只要一不公平 他心里头一记外 特别是女同志 就容易出问题 你想什么 男同志遇到这个事 他更出问题 用案例完善自己 我们的方案框架 是7定 股东关系 土利益平衡卡 我们一定要找到近似案例 注意 连锁1连锁2 制造1制造2 你们组内的近似案例 一定比组外多 你比如资本组和科技组 他的案例一定不近似 科技组一定是人和为主的公司 他主要玩人 所以他人拿得多 到了资本组 那个房地产公司 他跟那个互联网公司 他肯定不一样 但是资本组里头 你们就有相似的案例 所以呢 现在大家就要瞄着 谁跟你近似 就要交流 我们明天开始要做自己的方案 明天做方案的时候 你尽量跟你相似的公司多讨论 同时要跟指导老师去讨教 他们认为 你的方案应该主要借鉴于哪些案例 我们指导老师 今天回去会做一个功课 把你们两天的考试卷子 和回答了四到五次的问卷 做分析 通过这个分析 找到你们每一个公司的特点 你是资和 还是人和 你是引领性骨改 还是传承性骨改 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 你的公司的骨改的框架 基本就出来了 我们整个课程下面 未来的三天的主体工作 叫做案例的分享 我们第一 先学会听别人怎么讲案例 第二 你讲完了案例 我学会怎么评价你 我评价你的案例用什么呢 我用我学到的理论评价你 我先不说 我的理论 先不拿这个理论评价自己 这风险太大 咱们先评价他 对吧 评价他评价到一定程度 再拿 我们拿我们的理论评价了 别人半天了 我们对理论掌握熟练了吧 我们再拿理论来评价自己 我们整个 我课堂会讲授两个典型案例 一会儿会有一个更典型的案例 就是视频 他前面讲后面讲 他讲的骨改案例 效果都有 让你们不断的打分 通过这个 让大家学会用掌握的理论 来分析别人 然后来分析自己 那我们老学员 这个 模拟股东大会 就是今天下午 我们会来一个老学员 他会按股东大会的流程走一遍 给大家讲 就是他上来讲 讲完之后 这个 大家提意见 提完问题他回答 回答完了之后 大家给他打分 然后呢 我上来点评 我们老学员会讲一到两个案例 那么 这些案例 是你们在做方案之前就要看到的 如果还不够 就要从指导老师那再拿案例 注意案例一定不能多 案例一多了 你就借鉴学习的角度 容易发生混乱 因为大家现在不熟练 如果你一期古改做了两年 做二期古改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根本不要案例了 你就成案例了 现在案例不能多